我對台北線始終感情擁落 但我不會選擇散訴 我不會選擇散訴 謝謝 謝謝 總統有在那邊講什麼嗎 謝謝 沒有 沒有 大家談得好愉快 有沒有覺得總統這邊 還滿有誠意的 當然 當然 非常有感覺 民進黨新北市長人選 終於塵埃落定 蘇貞昌和蔡英文閉門會議 會後露臉 笑呵呵 似乎談到心坎裡 但2010年取下的諾言 卻賞了自己一巴掌 我對台北線始終感情擁落 但我不會選擇散訴 你知道這件事情是誰 幫他第一個鋪出來的嗎 就是前總統陳水扁 其實蘇貞昌在廟前發誓這件事情 在國民黨的對手都還沒有發現之前 阿扁在他的勇哥物語 就把時間點跟地點全盤的寫出來 這也讓蘇貞昌很明顯的 有心驚到說 原來他最大恐怖的敵人 不是對手 而是在黨內 蘇貞昌 陳信 藍綠各界都有為辭 當年大動作對著神明發誓 再加碼宣布選台北市長 也讓他和蔡英文的心結 忽上台面 打亂了整個蔡英文的佈局 因為蔡英文當時是黨主席 然後也讓非常非常的錯愕 因為蔡英文當時是絕對 非常非常不祥 她也完全沒有做好準備 也完全沒有那個意願 去選新北市長 當年民進黨想來一場雙城其謀 沒想到還沒達成最終共識 蘇貞昌先斬後奏 打亂黨內布局 也讓國民黨作收漁翁之力 當年的蘇貞昌她的搶入台北市 對台北市來講 對國民黨來講 其實反倒是有意無海 因為如果當時是蔡英文出來的話 那麼蔡英文她在台北市的票數 我認為應該會比蘇貞昌高 就是說不會輸到17萬 雙北插旗失利 蘇貞兩人戰火 又延續到了2012大選 我願意做一切 所以主席 您就說吧 要派什麼工作 主席直接派了 就不用商量了 那個最重要的角色 謝謝 什麼是最重要的角色 雖然蘇貞昌整場 都是笑咪咪的 可是她非常非常的 給蔡英文一個下馬威 包括她連續五次 一直問蔡英文講說 你到底要給我什麼樣子的職位 我到底能夠做什麼 你就直接講不要客套 你就要叫我做什麼 你要給我什麼樣子的位子 從那個鏡頭上也可以看得出來 蔡英文非常的 感覺左之右處 完全是毫無招架之力 蘇貞昌布下鴻門宴 原本閉門會議突然全程開放 讓蔡英文在媒體面前 成了不斷跳針的大陸基 蘇貞昌一直有個總統夢 他一直想要做總統這樣 可是當時的整個氛圍是 就是覺得蔡英文 蔡英文就是 可以率領民進黨 谷底翻身的這個 這個氛圍是比較大的 後來在做民調的時候 就出現了所謂的蔡媽媽事件 蔡英文對上馬英九 你就講蔡 然後如果是蘇貞昌對上馬英九 你就講馬 然後許姓良對上馬英九 你也講馬 蘇貞昌重劍落馬 當不成主子 還得聽命於世 兩人關係跌到谷底 2014 2016民進黨勢如破竹 但民調氣勢似乎延續不到2018 懸戰危機 蔡英文不得不先放下 私人恩怨 祭出蘇貞昌這一盤棋 他最主要就是要 把國民黨的重兵 全部都逼到北部來 因為他現在看起來林佳龍 不只是台中林佳龍有危險 甚至擴及到中南部 民進黨不可以讓新北市崩盤 他不可以讓新北市崩盤到 連朱立倫 甚至侯友宜本人都有餘力 可以跨過新北市 跑到中南部去浮雪去站台 然後令台中也調 新北也調 台北又沒辦法贏過柯文哲 所以到時候民進黨 將會六都只剩三都 黨主席蔡英文要下台 蔡英文放下糾葛 找萊蘇貞昌助政新北市 為求自保避市原因之一 因為2018就算只丟了一都 都可能影響黨主席的位置 甚至阻斷2020連任之路 蔡蘇兩人各有盤算 多年糾葛如同八點檔 也驗證了政壇上 不會有永遠的敵人 我們准行政院長 蘇貞昌蘇院長 來為大家說話 蔡總統賴院長 陳秘書長 劉副秘書長 各位媒體朋友 國人同胞 這是關鍵的時刻 這是兼具的任務 總統在選後 多次和我對談證據 我一再希望能夠用盡全力 留住賴院長 繼續 言有的證據 但 賴院長 基於責任政治的理念 認為 他 在時間到 就要堅定的離開 我們 雖然萬般不捨 但也只有尊重 大院長 在過去的時間 為國家 為人民 在總統的領導下 做非常 亮麗的成績 和辛苦的努力 我由衷地感佩 同時 也要特別地 表示 往後 各方面 各方面 都會繼續 來做各種 讓更好成績顯現的努力 我 看賴院長 在今天 總辭的記者會上 告訴閣員們的話 我想 昨天晚上 今天早上 我們在電話中 我都可以感受到 賴院長 努力已經到了一個階段 他有放下 沉重彈子的 舒一口氣 我 卻要挑起這個重彈 所以 此後 賴院長 處江湖之緣 撥弄頭華 煮酒看野花的快一時 不要忘記 居妙躺之高 有扛著重彈的兄弟 摸著頭皮 絞進腦汁 希望做出成績 也希望 能夠 不要忘記 我們 斬馬論韜類的豪情 要一起 我們在蔡總統領導下 來做各方面的努力 德諾貝爾文學獎的邱吉爾首相說 勝利 並非終點 失敗 也非末日 在二戰最艱鉅的時刻 他得到國王全力的支持 在外有強敵 內有政敵 政敵的情形下 帶領英國 度過最黑暗的時刻 贏得勝利 在戰後 再戰後 他 以高齡 二度出任首相 德女王 最大的信任和支持 為英國 服務 為人民做出亮麗的成績 我 謝謝 蔡總統 給我這個機會 和信任與支持 這個時候 我 會帶著團隊開始 捲取袖子 回應民意 接上第七 我一定要 讓 我們 這個團隊 對 台灣人民的責任 對 一輩子來所堅持的信念 做出成績 希望 我們團隊在蔡總統領導下 能夠 繼續 民權院長 賴清德院長 所做的努力 繼續 前進 雖然 有下車 上車 但 我們會 堅持 走得更順利 讓 乘客 更滿意 讓我們就 一起 努力 希望 大家給我們支持 謝謝大家